台北股市今天又涨了300多点了 而且今天量能回问到4000多亿 因为昨天美国股市 这两大指数又创高了 道琼再创历史新高 标普50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 也因此带动了这一次的美股上涨 不仅仅只有科技七雄 来看一下引领美股创历史新高 有哪一些个股标更凶 挥达昨天终于创新高 分拆之后在昨天再涨 今年的涨幅叫做178% 英平杰 这昨天君老师有讲了 做RFIT的相关概念股 今年涨幅有165% 台积电ADR昨天先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的涨幅有84% 洛克希德马丁军工族群 贝莱德摩根斯丁利 这都是金融族群这波的财报 他们打第一棒表现不错 思科今年以来涨幅有7.4% 所以这一络节目的重责大任 我们就要来看看 美国股市创新高 这些已经先飙了 大将先往前冲 惠子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接下来哪一些二军哪一些小兵也有机会跟着往前攻 对 因为最近看到有一些族群开始扩散 就是说呢 大家看到就是目前第四季 大家比较会看的 就是说呢 比方像设备啦 那或者是像是CPU等等之类 那这个族群来看的话呢 那因为整个产业来说的话 从上游开始带动 那慢慢就开始往上面扩散 所以开始有一些呢 大家想说那设备都很贵 那CPU有一些呢也都很高价 所以有些比较中低价的 那比较立基型的 最近就开始慢慢开始转强 所以我们看一些这个比较这个中低价 比较中低价的 对 也就是说呢 可能不是几百块钱的 可能是几十块啦 那或者是一百出头之类的 这个好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个 这个很便宜就是十几块 但是呢它是连续大涨 连续涨几天之后 今天把他有拉回 我先看一下连展投控 今天收十四点七块钱 你看他是全是喷出去 连续喷好几天间拉回来 所以短线来说的话呢 因为已经连喷三天嘛 所以惯例要大一点点 然后的话今天的话 刚好往下的话 有点回撤五日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呢 基本上来说就涨多拉回 大概五日线附近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初步支撑 这个结束了没 我是觉得没结束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个题材 题材来说 因为第一个股价很低 因为只有十几块钱 但是他其实跟光通讯有些关系 因为他的子公司呢 他家的子公司叫连讯 那这家公司 其实已经有CPU相关的一些产品出来 那因为这家公司的话呢 他目前来说的话呢 就其实是蛮早以前 就开始做光纤相关的产品 所以光纤连接器之类的 大概你在他的官网上都会看到 其他还蛮多的 那另外CPU这部分 他已经先进去了嘛 然后再来跟美商两家公司合作 所以的话他出的产品来说 算是盘面上面CPU产品里面 已经有真正有在做的 是比较少的 因为很多都还在前期的发展题材 所以这方面来说的话呢 他技术能力其实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因为他的最大优势 就是因为股价很低 因为其他很多都是几百几百的价钱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去注意的一个方向 这个要切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根黑黑把昨天的低点给跌破了 但是今天量没有昨天大 这个要切入怎么切入 我觉得切入的话 就是说你看 就是说这个在无日前附近 然后的话呢 因为昨天来讲 乖离拉上去之后 乖离是比较大一些 那最近的话可以看到 外资一直在买 其实是一直有在买 就慢慢的买 那因为他所有的均线都在这附近 所以第一个点就是说呢 他其实就中期来说 涨幅是相对比较低的 就是说没有说 离年限的惠例很大 那再来第二个来讲的话 今天应该是会有一些短线 昨天的筹码出来 所以今天拉回来之后 你就注意 明天大概在这个实体的二分之一附近 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建立筹码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因为是比较低档的 然后又比较低价 算是现在少数在热门族群里面 比较低价的股票 十几块钱 来往上统芯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统芯 那统芯也是属于这个 就是也是属于CPU这一块 那就是说 我们讲到这个细光尺 细光尺最近的话呢 就是大家看到 当然CPU是一个题材 那在全光网络 也是一个题材 这个祝华现在有讲过 对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那将来整个的速度 就会越来越快 应该说里面 本来我们的光线 只用在一个小部分里面 那现在就会慢慢把它扩大 就是说以前只是一个跟就是晶片这里跟外面的连结 他还是用插把式的嘛 那之后的话 整到晶片去 然后整到晶片以后呢 会再整合起来 他就一阶段一阶段整进去 那整进去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各东西之间 以前只有在某一段东西会有 那以后可能也会再扩大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那个族群是确实可以去好好去留意的 那这里面的话呢 就我们看到很多 包括刚刚讲到其他光线 CPU的股票 或光通讯的股票 那其实的话也都有涨 但是呢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呢 就是在CPU相关里面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镀膜 镀膜技术 那对我讲的镀膜呢 因为光通讯的话 大家知道光本身 他出来就是红成蓝绿蓝电子 出来是七个颜色 那所以的话 事实上光通讯 他一定要用的就是镀膜的技术 那这个镀膜就是呢 我怎么样去留住我要的颜色 跟我不要的颜色 就是经过镀膜的话 把说我不要这些颜色 我只要红色 那或者是我只要哪个颜色 那我把它一层一层的去把它 选出我要的东西 所以其实在光通讯的这一块里面 镀膜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部分来讲的话就是 国内厂商没有很多 那以统信来讲的话 其实全世界也没有很多家 那尤其是在光通讯 就是在属于这个光纤这一块的镀膜的话 那其实厂商更少 所以相关的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留意 因为基本上来讲 这个技术门坎是蛮高的 所以的话厂商也不是很多 那股价来讲的话也是比较低 就是八十几块钱 那位界来看的话 也是相对低 因为你看他其实中期均线 也都在这附近而已 所以离中期均线也不是很远 所以的话我觉得短线上面来说的话 也是可以稍微拉回在五十间附近的话 大家都可以留意 好这是统信来第三道 然后再来我们讲到杨博 然后杨博他其实的话呢 他是设备 但是呢大家看到最近设备 也很多都涨上去了 这个来讲的话就相对比较便宜 因为他就一百零八块钱 但是呢他的东西里面的话 就第一个是扣瓦石设备这部分 然后再来气光子设备 跟FOPOP的设备 其实他们都有一些相关 那所以的话呢 他一个就是先进封装 还有检测 然后也有半导体前段材料的设备 所以的话这个的话 大家都发现 其实最近来看一下K线 他其实最近也蛮强的 所以你发现有很多小兵 就是之前的话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 而且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量 最近才开始出量 你看他也是所有的均线都在这个附近 就是说有很多呢 大家在看这个族群的时候 因为你一个族群好 他不会只有一两家好嘛 所以很多他会慢慢的开始扩散出来 他的股性开始转变了吗 对他股性已经开始有些改变 因为呢他前面是 人家都是累积了一大段 那他其实的话 等于是底部大家都还没有筹码 所以等于是这一段 开始才开始建立筹码 所以当然今天的话 也是跟大盘有点震荡 他这几天每一天涨都拉上一线 那今天出现了一个小黑K 这种股票接下来会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他接下来就是等这个五十线上来 因为的话你看 他这边他虽然有上一线 但上一线之后 他是不是靠五十线 然后就马上就上去了 但今天到高点的时候 其实稍微乖底大了一点点 所以短线来说的话呢 大概就会稍微停顿一下 等他接近一点 但是我们就回到刚刚所说的 现在就是有很多资金 有些资金就开始去找这些 还没有喷出去的股票 就是我一样是这个概念 但是我其实就是有一定的利基性 但是我的这个股价位就没这么高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短线上 尤其是到接下来第四集 大家在看明年展望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注意 了解 好 这是杨博 然后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也是比较特别的一档股票 因为呢 大家现在在看这个散热嘛 就接下来这个液冷散热 就是静默氏散热这边 那你就看到这个 齐鸿这些都开始慢慢在转强 但是呢 这一块里面的话 就讲到就是呢 他接下来这个水冷液 就是那个液冷里面要用的东西 那这一家公司的话呢 他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散热里面 就是说他有拿跟美商一家合作 那这一家后 他就是做静默氏的水冷液 然后呢 因为美国其实大家 就是接下来会禁用 他这些就是比较有毒害的东西 就是有疑虑的东西 所以的话呢 因为之前大家用的都是3M 就预期是3M 但3M接下来可能就会停产 那所以你如果用到这个的话呢 因为他是亚洲区的总代理 所以的话是等于是独家拿下这部分 所以他这边停产之后 就可能往这边用 对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 因为这家公司其实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就是这家公司 他原来的液冷液 他的首席科学家 他本来就是这个 他本来就是冷却液的发明人 所以他其实在这一块里面 他们还算蛮有利基的 那重点是这东西还不便宜 因为他基本上价钱 应该就五六千块了 就一公升 那大概EU的话 大概就用到40公升 那大概会用到8U左右 然后而且他的毛利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将来到液冷的时候 那这个的话就有比较独特的优势 所以他会吃到美国禁用这个的大饼 对 因为这个就不能用了 那不能用的话因为也没有几家 再加上他本身又是五毒可以分解的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块的话 他有台湾应该是亚洲独家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以留意 来看他的优势可以发挥多少 今天收38.6 我们先看分时 对 我先看分时 因为今天剧烈震荡 对 今天是剧烈震荡 所以今天的话涨到本来冲很高 然后下来 然后尾盘就跟着大家一起打下来 所以今天有很多股票都是上冲下全厉害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很多中小型股票 尾盘都是有受到联雅的影响 为什么急又会讲这样子 来K线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的K线 那基本上来说 因为他昨天已经有先拉起来 所以今天再拉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人呢 就是在今天早上冲高之后 那看到尾盘杀下来的时候 那可能就昨天有些人是获利了结 因为我们看他的那个K线 江波图那边再看一下 所以你就看他的江波图里面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最后跌在哪里 也是靠近一点的时候 那靠近一点的时候什么情况呢 就是刚刚讲 就是从联雅下来之后 很多中小型股票全部都下来 所以就跟着一起下来 但是基本上的话 再回到K线来看 那K线的话呢 来刚刚看到他所有的位阶 这边也是所有均线都在一起 他们这个底线也是刚打出来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呢 短线上冲高的一个震荡而已 那又回到刚刚讲的 因为股价相对是比较低嘛 他的股价现在的话就是 不到四十块钱三十几块钱 所以我觉得到一等的时候呢 这块是可以特别注意 OK这集有 来接下来怎么看联策 那联策的话呢 来这个的话就是呢 加登的那个联盟里面 那加登里面 其实是要迅德 迅德不是前几天有公告了 他的那个获利嘛 单月获利 好像单月获利吧 然后公布之后 因为数字也没有非常漂亮 所以的话 他那天也是打下来 那我们看 我们先从迅德来看好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盘很好玩 就是呢 他其实有两个力量在说 就是有些人觉得说 台积电法说会不会利多出境 所以有些呢 你看最近冲高股票 有些就拉回来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 我管你利多出境 你第四季 不管怎么讲 你第四季高一点 低一点 你明年多大成长 再加上你这个后面的东西 就是铁的事实 也就是说呢 我后面设备大好 这些就是很明白的事实 因为你台积电 明年继续扩 后年继续扩 那说实在话 现在来看的话 有很多设备长 他才刚开始扩而已 就他刚开始交货而已 所以你看 假设我们以这个例子 来做的例子 那他那天打下来的时候 那天打下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好像 前一天公告他的单月获利 那获利就是很不怎么样 很不怎么样 所以当天他就直接开地 但是开地之后 那一天一开地之后 马上就被别人借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今年数字不会好 前三季数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刚公告数字也没有怎么好 但是明年数字好 明年数字就好 为什么 就是台积电里面的设备 台积电设备的边仓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他明年的量应该是很大 所以明年EPS跟今年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说现在盘就是两个力量 有些人就说短信 我怕你台积电力多出镜 所以呢 我高档就出了一下 但是有一批人就是呢 我就是等这个时候 所以我就在下面等你 所以我觉得最近可能会慢慢出现这种现象 就有些股票呢 你看到好像高档拉回来 拉回来的时候 一碰到支撑就被人家收走了 那我是举个例子来说 所以支撑很重要 所以支撑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明年的话 我是我的 我所知道的 好像明年应该是超过十块的活力 所以他一打下来的时候 你看就被截走 只有今天早上还抽新高 所以今天这个盘就变成怎样 你在操作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定件 所以定件就是说 我看好哪一些股票 我不一定要追的 但是哪一些股票 我拉回要买 是 你可以把它先规划好 然后就不会在短线上面 会随着盘这样齐齐 好 所以我看好的股票 如果拉回那个支撑非常的强劲 代表市场就是有股力量要巩固它 就是除了你之外 他也有别人锁定他就对了 你就知道的话 他就是有特定买盘在那边等 好 从迅德回来讲 那连册呢 那我回来连册 那连册的话 其实他跟迅德有合作 那当然他同时也有这个AI的题材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把他的这个K线 把它弄长一点点看 所以你看 他基本上的话 这档回来也很好玩 他基本上上去之后 有没有 他前两天上去之后 后来就拉回来 就快要到临门一脚的时候 就拉回来 就拉回来之后 你觉得他好像快不行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上去以后 你看又不过高又不过高又要回来 是不是又要躺到这里来 就他回到十字线附近的时候 马上又上去 然后今天就这样 变长停板 所以这就是什么 现在盘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想说呢 有时候的话呢 你不一定要去追很高 可是拉回来的时候 有时候当然你看起来 好像快要破线 像这里有破线 这里有破线 看起来好像快要破线的时候 其实就要回到基本面去看 而且现在回到基本面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大家 现在的操作方式是 你就是从你的资金比例去扣 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是满党 或者如果是满党这样干杠 那我跟你讲 这样洗来洗去 你一杯洗出去 一定会被洗掉 所以的话你的资金比例的话 不要拉到很满 不要拉到很满 那你就抓个 我觉得比方说 你可能是五到七成的 现在的资金比例 应该是可以让你很舒服 很安心的比例 那你用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那你就找股票定点 拉回来的时候买 你就不会在他冲的时候 上下震荡的时候 很容易就洗掉 所以现在的话 我觉得整体来说 我们大的格局 还是往上面走 为什么 因为第四季的时候 大家要记得 为什么像刚刚讲的 训德那个东西 他那个出来数字这么鸟 就说我不怎么样 为什么那天开地下 就还被买上来 就是因为现在第四季 真的大家就不看 今年的东西了 今年数字已经不重要了 那你现在我们十月份 然后呢 你接下来到十一月的时候 你更不会去看今年的东西 到十二月的时候 你就直接去买明年的标股了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大概就是呢 我觉得第一个 可以从你的资金水位去控 你先把资金水位控好 那控好之后的话 那我觉得剩下很多个股 操作上 那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个盘 这南战区到底要买还是要卖 包括台积电也是 你想要买多少台积电 那你认为 下面你的比例要控多少 先把这个东西先决定好 那决定好之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慢慢建立你的持股 了解 好这是连着 来最后一档 怎么看龙哲科 龙哲科也是 那龙哲科 这也是洗得很彻底 真的洗得很彻底 然后呢 那当然的话龙哲科的话 他的题材 这个也是跟什么 跟水冷有关 那跟水冷有关呢 那因为他的大股东 那大股东呢就是呢这个在日本那边 那就是有接到相关的订单 应该是跟辉达相关的订单 好所以呢 那之前的话 我们先看他的鎧线 怎么说洗得很彻底 对因为我们把这边 把它放大一点看 来你看 他之前这样上去之后 那拉回来嘛 那拉回来到这边 是不是他在这里盘了多久 他在这里盘的时间 其实非常非常长 他在这里盘整之后的话 我们把这边弄掉 弄掉的时候他盘中 来 他盘中的时候 一度还快要过高 结果没有过高之后还反沙 反沙之后还差一点 连月线都跌破 所以你看 如果说你不要看今天这两根 你不要看这两根 在前今天之前 会觉得这走势很烂 只要一开地就挂了 对不对 一开地就会面临庞大的慢压 下来之后下一条线又这么远 可是你在看的时候 把这个再放回去 你就会发现 有没有 他这个上来之后 到昨天的时候 他开盘的时候 他就没有在管理下面 差这一点点 然后直接开高 开高之后 今天一个跳过去 我就跳过去了 好 这又回到我们之前讲 就是标准的看明年 他标准的在看明年 为什么 你说今年数字很好吗 也没有非常好 对 九月云说有上来 但九月云说上来是水冷订单吗 不是水冷的订单 对不对 那水冷订单什么时候发酵 明年发酵 那大家就是觉得 反正你大股东 就是接到了这个水冷设备 你接下来要出这些水冷头 这些设备 你大股东就出这些单 那这些单他就分给他 所以的话他讲的就是什么 整个也是明年的订单 了解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盘就是 大家就是各路人马 各自锁定各自的东西 他不一定去追 但是我看好的题材 那他如果拉回来到 有支撑附近 或者被杀下来的时候 就会有人偷偷拒绝 太清楚了 谢谢惠子老师 请先回座的看好的题材 趁他拉回来 回头去关心他的基本面 心头烈好灾 才知道在接下来 怎么面对这震荡的盘势 这些都是有题材的操作策略 请我给你做参考了 好 休息一下等等 来看看外资 外资在今天在现货大局买超 买什么呢 买超红海买非常的多 怎么这么巧 今天投信买超第二名的 也是红海 原来因为 辉达已经创了收盘新高 而且预告 Blackwell现在 未来12个月的产能 全部被抢光光 所以红海挣上207块钱了 下一棒是谁 休息一下 见讯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